大家好 下面我继续和大家聊 詹姆斯先生和伊弗林女士合著的 对梦的阐释 下面我要聊的具体内容是 对似曾相识的理解 似曾相识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比如当去到某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好像来过 或者是 之前的一段时间 或者很长时间之前来过 或者当面对一种新的情况 也会有一种曾经经历过的感觉 各种事件 梦 思想 声明 感情 会面 等都会有这种感觉 似曾相识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体验 1986年的一项调查指出 67%的美国人经历过这种现象 另一项研究指出 这种感觉出现的频率 女性高于男性 年轻人高于老者 曾经有许多理论试图解释这种现象 比如 1984年 有种理论认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人的其中的一个大脑半球 储藏的信息 要早于另一个大脑半球 储藏的信息 还有研究者认为 可能是因为潜意识 早于心理意识 收到信息 而造成的结果 再说一遍啊 可能是因为潜意识 早于意识心理 收到信息 而造成的结果 这些都是生物学方面的解释 跟人的生理机能有关 一种更广泛应可的假设认为 之所以存在这种 事成相识的感觉 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新地方 经历的新体验 跟那些熟悉的地方 或经历相识 另一种解释 跟具体无意识概念有关 人们通过具体无意识 接触到人类所共有的一种体验 在这种解释下 自成相识感 只是现实的体验 和具体无意识原型的 一种共鸣感 这些解释的意义在于 将似成相识 当成对过去生活的 一种模糊的记忆 但是 还有种解释 将似成相识 当成一种 跟梦有关的心灵体验 因此 当我们觉得 某个地方似成相识 那是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灵魂游离于身体以外 到过这些地方 梦具有预知的能力 当梦预知某件事件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 似成相识的感觉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